新北市的副市長說 完全沒有疏失 你要確定 政經的 你要確定 沒有疏失 知不知道兒少的案件一開始發生 尤其是這麼嚴重的毒品案件 他是行政跟司法是要並進的 懂不懂什麼叫兒童權力公約 侯市長你是要選總統的 整台灣的 孩子很可憐 這一家幼兒園讓這些家長簽這個 這個離 離園退費的 退學的這個申請書 以法律的這個文字字面上來講的話 就是你只要你簽了這張以後 以前在幼稚園裡面什麼事情 都一次都尊重好 我請教一下這個我們王輝君王理事長 你兩場的這個說明會你都有去嗎 你不是有家長簽名給你的授權書嗎 為什麼不讓你進去 違法濫權 其實我以前就是司改委員 他們這樣的一個手段 其實他只是希望用疲勞轟炸 一次一次的閉門會議 用六點 六點半 七點 然後知道這些家長其實都有幼兒的 那你有幼兒的家長其實他要工作 從台北回來 從哪裡回來 那個時間第一個他很趕 他也沒辦法吃飯 孩子也疲勞 昨天我看到一個家長 出來的時候孩子扛在肩上 孩子趴著睡著了 那爸爸是一臉的疲憊 對 我看到心真的很痛 可是在我還在痛的時候 我們的市長出來的時候 豪整以霞那個表情雲淡風輕的 好像走星光大道一樣走出來 然後有禁衛軍幫他擋著 旁邊的禁衛軍告訴我說 小心小心小心 然後我就大家看一下 直接現場看 整個都腫起來 我兩個手是不一樣的 你那是瘀青了 對 你說 侯市長 你被人家打得很慘 我今天看到新聞 你說你的長官沒有教你1450 真的 你的長官應該要教你的是誠實 勇敢的面對 然後你 我真的氣到 我這幾天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去想像 一個新北市的市長 這麼大的縣市 結果你可以是用這麼傲慢的態度 從這一點 我希望侯友宜 你的同理心到底是怎麼展現的 你可以看一看 今天他去包粽子了 是不是 開心的包粽子 然後侯友宜開心包粽 王維鈞手上總包了 我們來對一個連 是不是很諷刺 其實我覺得大家出發點 真的沒有人要做政治操作 因為說實在 你就算你自己沒有小朋友 你的親戚朋友 怎麼會小朋友 兩回我休閒 被人家為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的 到底是毒品還是藥品 現在我們也搞不清楚 你覺得這個時候 還有人會再做政治操作嗎 有 那個人誰 叫侯友宜 他今天講的 六月十二號 兩點的新聞 今天侯友宜總算親自上火線參加記者會 他說什麼 他說這都假訊息 這民進黨的打法 意思是說現在這些事情都民進黨創造出來就對了 好 所以侯家軍 現在連國民黨也看不下去 羅志強說勸侯友宜說 拜託好不好 你現在是烏漏偏逢還不是連夜雨 是暴風雨 不是整合誰的問題了 新北幼兒園未要案已經不是暴風雨 是龍捲風等級了 侯市長快點回新北市好好處理 好 他前天10號晚上 驗請了一些包括像趙浩康這些比較支持藍軍的評論員 期間趙浩康是怎麼跟他說的呢 趙浩康說你先把整合起來 顧好基本盤 整合成功就三十趴 就會成為第二名再跟第一名拚 他認為新北市政府也可以展開行政調查 儘快還原真相 那請問新北市政府現在有沒有行政調查 有調沒有查 也沒有結果 好 我請一開始就關心這件事的王理事長 那你現在就新北市政府沒有給我們任何真相 那你接觸到家長的家 因為你接觸比較多家長 他們現在一般的反應是很焦慮 還是希望說可以有其他單位來提供 對他們伸出援手 其實這些家長看到這幾天侯友宜的言論 甚至他的招見 坦白講心裡的火 是一直在燃燒 因為你知道你臨時快要中午通知人家 叫人家晚上六點 你要跟人家見面 那不是招見 那什麼叫招見 新北市的副市長說完全沒有疏失 你要確定 政調的你要確定 沒有疏失 知不知道兒少的案件一開始發生 尤其是這麼嚴重的毒品案件 他是行政跟司法是要並進的 懂不懂什麼叫兒童權力公約 侯市長你是要選總統的 整個台灣的小孩很可憐 那我覺得講到這裡我就要必須拿出這個來 這家幼兒園讓這些家長簽這個離原退學的申請書 因為他只開到七月 對對對然後他裡面有一個權力義務自離原日起均歸消滅 這什麼意思 就是我錢退你了你剩下的那些錢我退你了扣掉你上過的課 我退你的之後你所有的權力義務全部消滅 也就是你在這個原所裡面 我們嚴格來講以法律的這個文字字面上來講的話 就是你只要你簽了這張以後 以前在幼稚園裡面什麼事情都一次都尊重好 都沒練 對 王理事長 你的意思是說家長簽了這一間 即使最後我證明了我的小朋友是被這個幼兒園的工作人員 為了毒品 我都不能追究法任何責任 軍規消滅嘛 這邊不平等條約 對 這是非常不平等的 所以從這個事情上面我就要講 在兒少以兒少最佳利益的 我們從脫嬰跟幼兒園 從這個事件上面 我們看到這麼瞎的一個離原的一個 這個不叫什麼申請書 這叫切結書 這個新北市教育局不用關心一下嗎 不用出來出面 我在講 確實有重大的疏忽 而且中間有太多匪夷所思的情況 例如哪些 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時間接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進駐到這個援所 去檢測所有不管是儲工老師 裡面援所所有的孩子 裡面所有的食品 飲品 像剛剛已經有人講過了 那裡面所有的這些市政監視器 以及所有的對話 其實都要查扣的 因為三級毒品在幼兒身上 幼幼班兩會瓜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好 我可以做個補充嗎 我說明一下 這個是因為在我們議員裡面 針對市府該應該應盡的責任 做了一個這個明確的追究 第一個是按照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新北市作為主管機關 在五月十五號獲爆後 依法要在兩天之內 兩個工作天之內 五月十七之前 五月十七剛好就是侯友宜被徵召那天 要成立調查委員會 那調查委員會的成員 依法要規定要有家長代表 但是沒有家長參加過這個委員會 那我們還是懷疑 他是不是有家長委員會嘛 所以另外一位議員下了一個 在議會開會的時候 請市府提供侯市長針對板橋幼兒園 重大事件召開相關會議制會議記錄 結果市府答覆的內容叫做 本案為社會矚目案件 本府為加快處理效率 由市長隨時召集相關業務主管會議 隨時不限行事 不限地點制會議 全盤隨時掌握狀況及時處理 這個我沒有任何的灰燼 所以所以到現在他敢說 他沒有任何的這個 沒有任何的疏失 是因為我什麼都沒有做 所以我就沒有任何的疏失 那個叫笑話 本來無遺物何處惹成 這件事情真的跟政治無關 因為這些小朋友 這些家長 他們都是最無辜的受害者 所以真的希望新北市政 我好好的處理 那中央有必要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主動伸出援手 我希望你會想像 都沒有想像 可以主動伸出援手 過去我決於物業 我們主動伸出援手 可惡地點制製